7月15日,香港铜锣湾奥运大楼召开记者招待会,为香港对加油奥运推广活动揭开序幕。 活动将于7月23日至8月8日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,在香港为市民准备不同类型的运动体验,一同感受奥运气氛,同时为中国香港运动员打气。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致辞时表示, 在疫情下,今年不少香港市民只能透过电视观赏赛事,但仍希望与市民一同迎接奥运,为香港运动员打气。 奥运延迟了一年,对我们体育界来说,对我们运动员来说,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。 但没关系,面对这些困境困难,我们体育界,甚至全社会,我看到的都是很正面地去面对这些挑战。 那东京奥运终于来临了,其实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批梯队已经去了东京报道,已经开始准备就绪。 但是各位奥运会,我觉得也都有更加大的使命,也都出番分离, 在香港本地,除了电视机面前见到,看到之外, 其实都应该做多些活动,可以将这个体育带入社区,带入去民生, 大家一起全民去参与,去支持我们这个香港保育员。 霍启刚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 希望将来国家队、各省队以及香港队可以多一些交流, 在场地、教练以及科研等方面实现互通。 希望以后可以多合作。 其实这一次备战东京香港体育学院是有跟国家体育总局, 他签一个备战东京奥运的备互服务的,就是合作的框架的成果。 我觉得以后在无论在场地训练,教练的资源,在科研方面, 国家队、省队、港队都可以多一些交流。 我知道我和孙杨之前也经常来到医院区去封闭训练的, 所以就合作很多的, 我这个有助于运动员可以更上一层。